事實上過去大家講說 習近平作為中國現在 最大的一個領導人 我跟你講他並不滿足 你知道 之前大家就講說 習近平的習思想竟然入線 入線 我們以前只看到 當年毛澤東那個毛語錄 你知道後來鄧小平在掌權的時候 他都告訴大家講說 我要謹記當時毛澤東的 那個狀況你知道 所以就說你不要把我的什麼東西 拿來做語錄或什麼 沒想到習近平上任之後 居然把他的這個習思想入線 那你想想看你一入線之後 那是代表是全國 這個全部通通都要遵行 那現在問題來了你知道 當時他已經覺得說 荒謬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他們這個有很多的學校 居然成立了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 要好好的研究這個 最近更厲害了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開始要推動習思想要 禁教材 禁課堂 還要禁頭腦 這個用簡單的說法叫做 入島入戶跟入星 就直接都把你抓到你知道 而且還要引導說法學院的學生 我告訴你這些東西 其實要用中國自己本身 有特色的東西 不要跟西方那些什麼比 什麼三權鼎立 都不對都不對 而且你知道他們還講說 你如果不依照黨的路線 不跟著黨的領導 那完蛋了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講全面依法治國 這件事很麻煩 但問題是這個法是誰的法 看起來是習近平的法你知道 好我舉個例子 習近平在最近就談話裡面 就人家講說 我告訴你 要求要嚴防低級紅跟高級黑 低級紅 高級黑 我真的覺得他們非常會創造名詞 你知道嗎 低級紅不是講中國大陸紅 那個低級 不是因為他們代表色的紅色 不是 不是 他現在是講黨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 你們這些如果是黨員或什麼 不要違法亂紀 因為你們幹這些事情 老實講 你們如果在那邊貪章王法 那其實害到了就是害到了共產黨 所以就是那個紅意思 你不要這樣 把我摸成這樣 變假如這樣你知道嗎 第二個不是高級黑 不是說我酸言酸語 酸到你聽不出來 或者聽起來又不能這樣 不是那個意思 他說你這些當官有權力的人 你不要拿來那個 拿權力來亂搞這樣你知道 可是你講這些都要聽起來 好像是好像聽起來也沒錯對不對 可是這些東西我告訴你 習近平重要的 不是創造新名詞而已 他什麼東西 通通要寫入歷史文件裡面去 這才厲害 他這些東西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 有那個黨的建設的 那個文件裡面 就已經把這些話 通通都放進去了 好 那問題來了 如果上面的大老闆要這樣做 我覺得下面的人 當然會覺得說 大老闆要這樣做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 來努力的遵循對不對 可是有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天啊 中國大陸在最近的時候 老實講習近平要打貪章王法 或幹嘛 很多人就覺得說 好 你要打就打 可是會不會有些人 反而把習近平造 變成一個造神運動 你知道 把他一直往上抬 抬 我舉幾個例子你知道 大家還記得2020年的時候 當時習近平不是去廣東 那個潮汕地區有沒有 結果他站在廣場那邊講話 講著講著他就離開了 結果沒想到隔個兩天之後 我跟你講 當地被圍起那個紅圈圈 紅龍柱就圍起來 你會覺得紅龍柱幹嘛 結果那塊地磚居然被挖起來 你知道 地磚挖起來 隔了幾天之後 地磚送回來 我跟你講 本來是土石的地磚你知道嗎 後來變金石的 就畫面上面看到的這一個 就他現在站著這塊地磚 我跟你講上面 把他鋪成金磚 上面特別強調 這是習近平站過的磚頭 這個馬屁真的也太誇張了 而且還有時間寫在上面你知道 那時候大家就覺得說天啊 習近平如果你今天這樣做 你如果不要 你大可以說不准這樣 但是這個磚後來一直留著 你知道嗎 大家就覺得說天啊 是不是習近平也喜歡這樣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 就是怎樣你知道嗎 有1就有2 有2就有3 有3就有4 有4就有5 6 7 8 9 很離譜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奇怪他這樣做好像OK 為什麼習大他沒有生氣 其他的也沒有生氣 搞不好心裡很暗爽 我跟你講習近平走過的足跡 那麻煩了 那麻煩了 每個地方都鋪金磚 可能都要鋪金磚之外 可能還要打金光你知道嗎 好 那問題就來了 像這種東西 我剛剛講有1就有2對不對 好 我們就回來看 現在呢 你有沒有聽過百家姓 小時候我們其實老實講 很多人就這樣 那我印象中 我當年的百家姓叫做 造前孫力 周武正王對不對 好 我跟你講 湖南有個作家叫張一一 他說我跟你說 那個百家姓有問題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說到當年 人家在編的那個時候 我跟你講都是權力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造姓是第一個姓 他說因為那個時候 統治者應該都沒有姓造 我說不不不 我跟你講 我們要用最新的 所以他編了一個叫做新百家姓 而且他說我告訴你 我有押韻喔 好 我給各位看一下 他新的百家姓 習李章 余柳王 毛豬舟 鄧虎江 不然我就沒念了 那這個一起來之後 大家都覺得 等一下 你這個百家姓 好像聽得有點怪怪 習第一個 習是習近平嗎 一定是啊 好 他就講說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 不是不是不是 你們真的想多了 我告訴你 我就是中國特色的新百家姓 而且是符合 中國新時代的百家姓 可是大家就覺得說 你關我剛剛念的那幾個人 很多人就覺得 天啊 你這個叫做趨炎複士 為什麼 習 習近平 對啊 李 李克強 張 這個吹捧習大大的東西 就放進了流行文化裡面 當時還曾經出了一首這個歌 這個歌名 我還認真的看了很久 因為歌名叫做 習大大姐 哈哈哈哈 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 自己也可以寫成一首歌 太厲害了 你知道 我知道觀眾朋友 一定聽不清楚在唱什麼 所以我把歌詞 簡單的唸給大家聽 要嫁就要嫁習大大這樣的人 雷厲風行 做事樣樣認真 一生豪情 男兒鐵骨張張 厲害了 你知道 我都起七皮疙瘩了 如果你這樣就起七皮疙瘩 就代表你實在太不了解 中國大陸現在的想法了 因為除了這首歌之外 之前還有一首歌叫做 習大大愛著彭麻麻 我知道你的笑一定是 充滿著崇敬眼神的笑 我非常崇拜這種人 他的歌 我跟你講 這個歌厲害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歌出來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歌自己有什麼好唱 我跟你講 人家唱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中國大陸 大媽很喜歡跳廣場舞 這個歌還一度成為廣場舞裡面 非常熱門的流行歌曲 太誇張了 所以我就講了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的這個例子 我跟你講其實還有更多 你知道嗎 他們還有很多 把它放到流行文化裡面去 好 那我們就講 我老實講 我認為習近平一定不喜歡這樣 習大大愛著彭麻麻 這樣的愛情像神話 女人還要學彭麻麻 他們是堅真的愛情 堅真的愛情 我再忍不住 不是 我真的講 就是我在想 習近平的內心可能真的不喜歡這樣 我舉個例子好了 很多人講說 天啊 你們這樣子吹捧 那吹捧的人一定怎樣 上高山 上天堂 對不對 因為你選擇 選擇進的好的老師 就不會進套房 也不會進老房 錯 變成 不是嗎 因為湖南省 來來 最後一個例子 湖南省之前想說大家都在吹捧 什麼要價就叫習大大 習大大愛著彭媽媽 這種東西我也會 他也會 對不對 你們是個人創作 我是省 我省的力量有多大 他們就搞了一首歌叫做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我覺得這個歌 基本上可能歌名就錯 我覺得他歌名選錯 當然嘛 所以習大大 你要習大大放在上面 你這樣寫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什麼意思 你連該怎麼稱呼我都不知道 是啊 我是神 我跟你講他當時 老實講 這我覺得他就是在寫習近平的 這個生活 你知道嗎 他說你千里萬里來到苗塞裡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風裡雨裡走進我家裡 摸鋪蓋看米缸 一條松木柏都連著我和你 天啊 我是習大大 你跟我連著像話 我跟你講如果你要吹 難怪生氣了 而且我跟你講真的 這個歌詞一看就知道很複雜 再來就是你連那個你是誰 你都不講 那怎麼知道你寫的是誰 你是講習近平 還是講李克強 還是講這個胡錦濤 這個一定會被做文章 重點是這樣 當時這首歌做出來的時候 湖南省委書記就跳出來 我們做這個歌 一定要讓這個老大知道 要來邀功 而且要讓老大知道 這首歌跟我有關 結果那個時候 就在會議開會的時候 親自跟習近平介紹說 我們有首歌要唱給習大大聽 據說當時習近平聽完之後 面無表情不發異語 所以我講歌名就錯了 歌名就錯了 不要這什麼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馬屁拍到馬腿上 老闆還有不知不知 喜歡你不知道怎麼稱呼他 好那重點是 監製這首歌的湖南文宣部長 叫張文雄 理論上來講像這種吹捧 都能夠變成光昌舞神曲了 那這個宣傳部長 怎麼可能只做省的宣傳部長 他老實講應該進軍中南海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這首歌發布沒多久了 他今天就被人家講說 你犯了習近平最討厭 叫低級紅跟高級黑 你有貪張王法的嫌疑 立刻因為嚴重危機而被降級處分